高雄市议会周五进行都委会业务报告与质询 由于都会区寸土寸金 民众希望在有限土地里能够多加利用 因此市议员黄叔妹要求都委会 针对透天措建壁率 以及大楼容积率奖励部分重新检讨 并修改不可时宜的条例 市区里的旧部落大都是透天措 空间狭小 要进行二次施工的话 又会受到5%的建壁率限制 能盖的建物空间不大 市议员黄叔妹在议会质询时 要求都委会重新检讨就有的条例 对此都发局长表示 明年将编列预算启动全面性的检讨 这个建壁率的比例跟容积率的比例 其实这些规定都是好几十年的 那我觉得不符合现在 因为现在土地都很贵 上着一坪都有200万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建壁率 其实有应该调整的一个必要性 知道有一些问题 但是还有一些是我们不知道 目前还不是太清楚知道的一些问题 所以在针对这种通案性的处理上的话 我们就必须谨慎一点 所以为求谨慎起见 我们就特地有编了一个预算 也希望议会能够这个会期能够支持 我们明年可以开始启动 这样子的一个建壁率的一个检讨的评估 另外针对大楼开放空间的容积率 奖励部分即将到期 市议员黄叔妹指出 大楼的开放空间 可以增加社区居民的活动空间 都市警官看起来也比较宽阔 认为应该延长奖励实现 并且开放五个受到限制奖励的区域 那我们发现其实这个奖励期限已经快到了 那第一个我们希望它可以再延长 隔五年或者十年 那再来就是它有针对有五个地方 它是当初是没有一个开放空间的奖励 那我们也希望是全高雄市是一致的 不要因为哪个地方没有开放 然后阻碍了这边的一个发展 都市里的住宅和商业区寸土寸金 民众都希望多加利用 但是要兼顾道路空间和都市景观 都委会明年将启动检讨机制 制定符合实义的条例 港东新闻李正道 雷昌邦 采访报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